我覺得表演最有趣的事情 就是當你覺得你彈得很好的時候 其實台下觀眾不會買單 但有時候你覺得你自己彈得 like shit 觀眾反正說 你今天好棒喔 好喜歡你今天的音樂 就是我覺得那個反差我抓不太到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事情 是我多年來覺得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跟觀眾之間 好 大家好我是方慶欣 然後我主要是教爵士吉他 那名謠吉他伴奏流行音樂也是沒有問題 接觸爵士吉他大概是我18歲19歲的時候 我在唱片行買了一張 Joe Pass的Battuso獨奏專輯 那我被裡面的音樂吸引 然後開始研究 那試著找各式各樣爵士音樂來聽 那是我的開始 那時候我幾乎還不太會彈吉他 所以聽了蠻多的音樂 然後確定自己真的是蠻喜歡這種風格的 如果是完全沒有基礎的話 我會希望他知道他自己平常喜歡聽什麼樣的音樂 對 這件事情很重要 你平常聽Eddie Sharon什麼的流行音樂或搖滾樂都好 就是你平常有在聽什麼音樂 那我們可以朝你喜歡的那種音樂風格去前進 那基礎穩固之後你如果有需要 例如你喜歡搖滾樂 你喜歡爵士樂 有更專精的老師在那邊等著你去學習 所以初學者來說的話就是一個 配合他興趣然後讓他可以彈起來更有感覺 就是他如果彈從吉他裡面彈出他 聽到音樂裡面的那個部分他應該會很感動 如果他想學習爵士吉他的話 我個人在教學上的習慣 我會帶很多的爵士樂的經典的曲子 直接彈那樂理什麼的部分 我會喜歡擺在比較後面一點點 至少會先彈一點點簡單的東西 那如果他進階操作來說的話 主要是樂器操作部分 進階操作來說的話 他如果慢慢可以掌握的話 才可以慢慢再給他更多的東西 一切都是循序漸進的 我覺得效率這件事情跟精神專注力有關 通常最好的專注力都在前半個小時 通常我會在前半個小時的時候 做我最想要做的那一件事情 而不是拿起吉他來就隨意的彈 因為你會浪費掉那個專注的黃金時間 所以前半個小時到40分鐘 最好專注的做那件事情就可以了 然後不要有手機 不要有社群軟體 不要有電 就是你可以有譜 就是一個譜價 然後跟你這樣子專心的做 30分鐘到40分鐘 是個很有效率的時間這樣子 所以效率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就這樣講到40分鐘 還是一個譜價 是一個譜價 會不會有什麼事 是一個譜價 就是一個譜價 是一個譜價 是一個譜價 是一個譜價